苗栗投屋国小见校超过百年 我在学校和同学一起很开心 我特别喜欢学校的游乐设施 孩子们安心学习的校园潜藏危机 投屋国小的这一大片挡土墙出现了多处裂缝 校方担心会产生危险 特地张贴了告示 请大家要多留意 校园北侧挡土墙倾斜出现裂缝 尽管校方张贴一整排告示 还是很多人不顾危险停车 这车子太不怕 这整排的车子都这样放 那车子 怎么在地震那会倒 所以以后还敢靠去吗 不敢 地震或者其他的那个下雨天的状况 让他有倾斜甚至倒塌的状况 会影响到我们行车跟行人的安全 挡土墙长100公尺 高约5公尺 早在去年7月 校方发现有倾斜倒塌疑律 三二三地震后便严重 超过规范值12倍 在地震之前 我们都可以观察到 它的倾斜的角度 而且我们行工程公共公司 有量测过倾斜的角度 已经到达3.5度 建筑规范是两百分之一 但是我们已经到百分之六了 三二三地震 全台受灾学校共计167所 出估灾损金额超过3700万元 苗栗头屋国小 灾损1300万最严重 其次是高雄中校国小 多处天花板 地板裂缝变大 钢筋裸露 栽损207万 嘉义县内浦国小200万 台北市立农国小 栽损同样200万元 原本就已经是 40年的一个老旧校舍 那本身就有一些 本来就存在一些裂缝的问题 那三二三地震以后 就让这个裂缝稍微变得比较大 然后有一些水泥块的剥落 未来几天恐怕还有余震发生 请师生不要靠近危险区域 大爱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